大街上一片烏漆抹黑 明明是用餐時間 店家周牌完全沒亮 紅綠燈後製也無法運作 車來車往只能憑感覺 互相禮讓 有夠危險 20號晚間7點多 台北市市林和社子 突然大範圍停電 街道陷入一片漆黑 影響將近3萬戶 店家只能摸黑做生意 警告街或有民眾一度受困電梯 幸好已脫困 沒有大礙 還有民眾在咖啡店外 和朋友聊天 突然大停電 讓人超傻眼 網友崩潰怒喊 還有沒有天理 怎麼要漲電價 又要停電 台電解釋是因為社子變電所 穿牆套管故障 為保護其他設備和人員的安全 線路自動啟動保護電液動作 所以切斷電源 影響到社子和社林變電所潰陷 才會導致大停電 不過一小時後已全數負電 而就怕再由小動物闖入 或是鳥類在電桿上 竹槽導致停電 台電展開加強線路巡視 並在電桿線路上加裝屈鳥氣 看到電桿上的鳥巢 也急忙拆除 不管用什麼方法 民眾只想問是否能保證 人生不缺電不跳電 否則還要漲電價 根本讓百姓苦不堪言 記者綜合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